村民们从没见过能产奶的牛 大家风拥而至 围成一圈 仔细端详着奶牛 对她产奶的能力赞叹不已 村里有儿姑娘她叫小花 也不对 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叫九儿 她拿着盆子跑了过来 也想接一些牛奶 可是被族长骂了回去 只因为她是个守寡的外星人 九儿可是个倔脾气 是族长又怎么样 老娘可不慣着你 立刻就回怼了回去 牛儿还不嫌事大的跟旁边的人笑着聊天 可这热闹的场景 现在只能停留在牛儿的记忆里了 牛儿不过是去了趟后山 回来后村子里竟然一个人都没有了 一番寻找后 在大坑里发现了其他人的尸体 发痛苦的悬缩在角落 大声的嘶吼着 突然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反发了过去 一头牛从墙里露出头来 这正是八路郡带来的那头奶牛 就在前几天 八路郡离开时 把奶牛寄存在了村子里 大家排成长队 通过摸豆子 来随机抽水养牛人 袋子里只有一个红色的豆子 本来牛儿昏在牛人堆里 想谋混过关 谁曾想爱紧缝的九儿 帮他摸了豆子 一摸一个指 冤大头来了 让牛儿在一个契约上 按着个手印 组长做主把九儿许配给了他 牛儿看了看手动的契约 这是村里人 向八路郡做的担保啊 作为村里唯一活着的人 他必须看护好奶牛 但奶牛偏偏跟九儿一样 是个倔皮气 就是跟牛儿对着干 远处一只小鬼子的部队 打算在村里待一个晚上 牛儿及时地发现了他们 躲了起来 本想着平平安安地逃过死街 但在这个时候 一直不吭气的奶牛叫了出来 人寂寞的时候 看牛都觉得长得好看 牛儿把奶牛当成了九儿 九儿 那你回来就我嘎你的 奶牛突然叫了一声 把周围的小鬼子给引了过去 牛儿这会儿已经一个人 跑到山上去了 本想一早了之 但听到奶牛的叫声 于心不忍 他一步三回头 终于下定决心 找回奶牛 牛二偷偷潜入村子 发现小鬼子并没有将奶牛杀害 因为他现在仍可以提供很大的价值 他们将奶牛和伤员 一起放到了村子里 并在门口埋下了地雷 其余人则继续出发了 小鬼子前脚刚走 两名游击队员下一秒 就出现在了门口 本想来个突击 但却没有注意到脚下的地雷 一秒即升天 这一幕 被躲在一旁的牛二 看得是一行二处 他不敢轻举妄动 等到越黑风高的夜晚才敢行动 他钻进井里 里面有一个通道 直接通向奶牛所在的地方 他招手给奶牛示意 奶牛就是看他不顺眼 因为继续埋头干饭 任凭牛二拉他 他都丝毫不为所动 这一动静 一下也来了小鬼子 还好牛二反应灵敏 及时躲开了 才逃过了小鬼子的通道 第二天 牛二并没有放弃 他正想用剑摄像球鬼子 可剑也看他不顺眼 还没成功 这被小鬼子得发现了 小鬼子没有立刻杀害牛二 把他当成了拔子 让心冰练手 虽然牛二的肚子被捅了 但他命大呀 不但没死 反而来了一队八路军 帮他干掉小日本 不知过了多久 当他醒来时 奶牛已经不见了 他跟随地上的粪便 一路来到了山顶 身心疲惫的情况下 晕倒在地上 再一次睁开眼时 奶牛已经陪在他的身边了 对他蹭来蹭去 他们的关系一改往日 看上去亲近了许多 正当牛二高兴地 喝着热牛奶时 门外传来婴儿的哭声 走出去一看 原来是一个逃难怪类的女人 怀脸还抱着孩子 善良的牛二 将自己手上的牛奶 递给了他们 女人刚喝一口 就被其他人给抢走了 原来逃难的人 远远不止他们 这些难民要喝尽了奶牛的奶 到最后 留下来的只是一滴滴鲜红的血 就算是这样 他们还打算将 喵喵一息的奶牛杀了吃肉 人性的贪婪 在他们脸上暴露如意 这个手拿大刀的男人 要杀了眼前的这个小鬼子 正当他大喊为自己撞胆时 小鬼子拿出了一张照片 只会说老土话的牛二 怎么可能听得懂 小鬼子在说啥子呢 但他看明白了 犹豫之际 小鬼子一个劲的 往奶牛底下钻 他不会是想在临死之前 再尝尝人间美味吧 牛二当然不愿意了 谁都不能碰 女二在推上间 牛二发现 小鬼子在帮奶牛治病 于是他决定 带着小鬼子一起去后山的洞里 半路他们遇到了 一个受伤的国君子 看到牛二带了个小鬼子 二话没说 就要拿枪干他 小鬼子为了活命 也拿起枪 他们根本不管中间调和的牛二 直接拿着枪护堆起来 牛二赶紧用自己的身子 护住了奶牛 过了好一阵子 牛二迷迷糊糊的站了起来 活下来的依旧只有他一个人 但他双目暂时失明 起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寻找奶牛 摸到他完好无损 牛二也终于放心了 随后 他牵着牛二的尾巴 回到村子里 这个世上 能陪伴牛二的只有他了 村子的牛二 就碰到了一群土匪 土匪在牛二的身上 绑上石头 扔到了井里 然后将奶牛吊起来 给光牛配者们 牛二拼尽全力爬了出来 这么多天的压迫 让他再也受不了了 扛起地上的炸弹 就要跟这群土匪同归于尽 可还没等他开始报复呢 土匪就跟另一堆人打起来了 相邻待遇下 牛二被打倒在地上 一旁的卷儿眼角流下眼泪 跪倒在他的身边 陪在一起 面对着无情的子弹 就这样 静静地守护着彼此 俗话说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啊 多少危难关头 牛二和奶牛都挺了过来 现在还没有了战争 也不会有人打扰他们的生活了 任世界风雨变化 他们始终相依为命 一眨眼六七年过去了 这一天山下来了一顿人马 他认出了那是八路军的队伍 他立刻牵牛下山 将破烂不堪的契约 递给了连长 他想归还奶牛 可他们是作战部队啊 没办法带着奶牛走 于是他做主 将奶牛彻底地送给了牛二 随即就要离开 可谁知却被牛二再次拉了下来 拿着手掌写的碑纹 牛二十分满意 大概没有人再将他们分开了吧 牛二就这般静静地坐着 来牛在他身后 可谁知 此时一阵风吹过 将碑纹吹至空中 牛二慌忙去紧 却不知道自己之间的顺序 牛二之木拼拼凑凑 成了二牛之木 或许人与牛之间的分别 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吧 他就不断